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篇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戴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 正向 晒冷气》 点赞 分享 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次我们就说一下 普京大帝真是说得出做得到 之前我们说过 他就想废除欧洲常规 武装力量条约 刚刚 他的的确确签署了 废除这个条约的法案 普京 其实在5月10号的时候 就已经是 任命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去负责审查这条 这样的条约 其实他审查的话 可不可以这样说 都是走过过场 走过过程 俄罗斯国家动马 即议会 通过了关于废纸 欧洲常规 武装力量条约的法律 俄罗斯 外交部副部长 亦都说 现在不可能 返回 以前 即是说 想回到过去 试着要条约继续 继续不了 为什么继续不了 因为 他就说我引述他 西方放弃了 他们 的政策 因为他们现在对我们是有敌对 行为 所以 我们只可以 废除 这条条约 这条欧洲常规 武装力量条约 是在冷战末期 由北约和华约 两大军事集团共同制定的 一个条约 为了什么 华约组织 华约组织 华沙公约组织 当时是6个 22个国家的 首脑 在 1990年 11月19日 在巴黎签署 但现在有些华沙公约组织 都已经加入了北约 1992年生效 没有限期有效 1991年 在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欧洲安全级 合作 组织 欧安组织 首脑峰会上 30个 欧安组织的成员国 签署修订之后的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其实这个条约 是为了建立一个体系 其实也是经常说的 我们现在经常用的术语 就叫切户篮 限制 常规军备的数量包括 坦克 装甲车 战斗机 直升机等等 虽然 这是一条由30个国家签署的条约 但是 原来 只有俄罗斯白 俄罗斯哈萨斯坦 乌克兰 批准了修订后的条约 2007年 俄罗斯就宣布暂停参加 这个条约 直到北约国家批准条约 并且 真诚地执行条约 老实说 现在退都是正常 因为名存实亡 还有 我们有节节目就说大灰虹 劳卡申科 很搞笑 劳卡申科 现在他的健康状况是怎样 我觉得 可能是一般的 但是有些KOL说他就屎 如果他有一天 生肯肯走出来 或者健康走出来 你真是情何以堪 白俄罗斯总统劳卡申科 你知不知道那天更好笑 不如这样 哈萨克斯坦 你们这些无核国家加入 我们的联盟 大家 都是 有价创用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他就说 算不算是 叫做 笑他还是怎样呢 他就说我很欣赏劳卡申科的幽默感 即是 他们国家 目前没有加入这个联盟的必要 属于另一个说法 不结盟 对 玩核 托卡耶夫当然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 去年大家知道 入国会 没错 当然 当然 当时 最搞笑 记得那些西贵局 不是说到很大 托卡耶夫 不是 请 请俄罗斯去帮忙 他说 俄罗斯永远驻军不走 不是走 现在 走了 没有了 他的意思就是 托卡耶夫就是普京的 快乐 不是 其实托卡耶夫很多东西都是 跟普京不太 对 我最记得托卡耶夫 都是说 说不承认 劳金斯克和顿叠茨克 这个是聪明的 为什么 因为 如果他承认自己也很麻烦 因为 在 哈萨赫斯坦境内 亦有很多讲俄语的地区 如果他承认 劳金斯克和顿叠茨克 因为那里是俄语区 等于 变相鼓励了在哈萨赫斯坦 那些俄语区的人 是吧 当然托卡耶夫也是一个聪明 托卡耶夫就说 认为加入 联盟的国家 对于 哈萨赫斯坦 是没有任何的 好处和必要的 我们 已经有了其他一体化组织 其中一个就是欧亚经济联盟 至于核 对于此时此刻的我们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是 不 扩散核武条约 和禁止核事条约的签约国 托卡耶夫 是在 考察北哈萨赫斯坦州 的时候 亦都说 要了解当地农民 企业发展和春耕状况 他在田 和农民 和农场主进行交流 这个州很特别 为什么 那么特别呢 因为 它是 直接 双鸣 和俄罗斯 黏着的 北哈萨赫斯坦州 对于哈萨赫斯坦来说 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 其实他在那里说的那番话 很多媒体解读就是 我不想加入你们这个核联盟 当然 这个不是普京大帝说的 是劳卡申科说的 你知道劳卡申科 说话有时候都说得挺大的 在这个州说话 其实亦都说给 一些 分离分子 因为他们国内也有 俄语的分离分子 就说 我们很重视你们 但是 我们 会有自己的独立 见解和立场 这个正常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难道说 我让了出来 给你们 不可能是这样的 托卡耶夫也说 俄罗斯是我们伙伴 他很聪明的 他说话就是 又不会说死的 就是我们伙伴 但是你不要忘记 哈萨斯坦 亦都供很多 能源给欧盟 这些就是聪明仔 他没得说死的 他没得说死的 那么近我哥 而且哈萨斯坦 和中国关系也恨好 这些就是聪明仔 是吗 就是 如果你买了鞭 一层鞭 糟糕 买了鞭 买了鞭 难道好像立陶宛总统那样 你要说明自己 站在哪边才行 那你怎么和谈 难怪你现在这么惨 站在 台湾那边 你去看看现在 托卡耶夫就说 俄罗斯是我们重要的伙伴 为了确保 无论在 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 还是双边 的模式之下 都 能够实现 商品贸易 无障碍 我们一直都是 与俄罗斯展开双边会谈 托卡耶夫亦都说 日前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 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 机构 欧亚经济 委员会 会议上 各方也都讨论了经济合作互动 一体化和合作问题的必要性 他也都说必须保持联盟内的贸易长通并且是尽一切努力完善 商品市场 但是西方现在都在盯着哈萨斯坦 记得之前 西方 国家就问你是不是 帮忙在欧盟买些东西 转让给俄罗斯 好像没有什么证据 他们就说你出口到俄罗斯的东西多了 但是 在我们欧盟进口的东西也多了 但是 金融时报都说 这个也不是一个最直接证据 哈萨斯坦是否认的 因为你对 你只是从额去看 当然你都可以说是一些 作证 但是你是否直接证据呢 不是 托卡耶夫就说 必须保持联盟内的贸易长通 他也说为保障哈萨克斯坦 货运公司 将货物运到俄罗斯 以及第三国顺利 并且可以盈利 应该 在俄罗斯领土上 我们都要 他仍向 普京大帝招劳 我们享有 同等标准的税费才行 托卡耶夫也说 在这么大的 欧牙区域 应该以经济发展作为 中心 要展开务实的合作才行 务实两个字我好喜欢 建立一个坚实共同的市场 所以为什么他和大灰虹说 跟 务卡申科说 这些搞核那些 我们就不加入 经济就搞 当然 他说这些才符合我们国家利益 他也重申 欧亚经济 联盟始终要以经济一体化 为首 要有一个方向 还有思想教育 医疗 体育 文化 等等的领域问题 都应该 是 放在经济之后 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 我一心就搞经济 托加耶夫其实 亦都说 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 俄罗斯 和 法俄罗斯的一体化程度要高于其他国家 俄百两个国家建立了一个 政治 法律 的概念问题 所以 亦都希望下一步工作可以做好一点 当然 劳卡申科 其实他28号才出来说过话 我也不明白那些 人说他就史好像不是 当然你可以说那些 电视台的之前录播 可能他已经 是魂归天国 什么影舞者 这些隐瞒不了很久 看有什么公布 还有 孔真 你不可以整天 用自己的照片就变成这样 我又想他不加息 事实上就加 是吧 现实就是现实 他亦都说没有人反对哈萨斯坦 和 其他国家和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 任何 想要加强防御能力的原苏联国家 都可以加入俄百联盟 寻求 在本国领土上的 这个核部署 其实他说的 其实和 托卡耶夫说的是 两样 托卡耶夫说要经济上高度融合 你是说 核武 是吧 不过这个大灰熊 劳卡申方也说 这个我个人观点 和 普京是无关的 事实上 1999年 俄百两个国家就建立了俄百联盟国家条约 规定两个国家在保持各自的主权独立 和国家体制的同时建立 帮联性质的国家 2001年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 劳卡申科 签署了一体化法令 批准涉及 两个国家28个 行业一体化计划 其实 哈萨斯坦 想 和俄罗斯的经济关系深一点 但是 这个白俄罗斯就说 那你就加入我们的核联盟 他要经济 不是要核 两样不同的东西 对 大家当然 想法不同 又或者 会不会是白俄罗斯担心 如果多几个国家参职 会不会将自己在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 拿走呢 这个也可能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明斯克也签署了在白部署战术核武协议 俄罗斯保留对核武的控制权 这个也是俄罗斯 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首次在境外部署核武 美国和西方其实就是很生气 就说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挑动 俄罗斯的回击就说 美国和北约这么多年来 一样 在其他国家部署了这么多的 均比 我们说回欧亚 经济联盟 其实成立 15年 成立在15年 包括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 吉尔吉斯坦 还有亚美尼亚 这些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五个国家就希望最终建立类似欧盟的一体化经济联盟 形成一个1.7亿人口的统一市场 联盟在2025年的 目标就是实现联盟内部的 你看 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 自由流通 其实这个全部都讲经济 哈萨斯坦要的就是要经济 的一体化 或者是大家 关税 亦希望 设置 小一点的某些壁垒 劳卡申科就说你加入核联盟 两样东西 两样东西 所以 亦都看到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现在白俄罗斯就被人制裁了 他关注的东西 貌似就跟 哈萨克不同 哈萨克就关注经济的白俄罗斯 因为经济也很 很难 因为被人制裁了 说回俄罗斯这段时间 当然 亦都是对 乌克兰进行大型的 无人机攻势 我们说过 你不要那么开心 因为看到那些媒体说 厉害 吹低了58架 俄罗斯无人机 那些是伊朗的便宜 人家意小博大 是呀 如果有听这个Wayman Wang节目都知道 是的 我也有看到 我们之前说过 第一 命中率 没有遇上那么高 第二 你肥人家的钱 钱多过他那些 很多 所以 查列斯基说 50年 什么50年 制裁伊朗50年 因为 你提供无人机 给 俄罗斯 其实 到目前为止 伊朗已经被制裁了三十多年了 是呀 50年 怎么说 他带回美国 我带回你 带你 带你多15年 是呀 不如说100吧 是呀 其实这个乌克兰 它是 吹低了 58架无人机 在基库已经吹低了 40架 最后他们的市长也说 很害怕的就是 不断地来 因为他们的东西便宜 他可以不断地派过来 成本这么低 所以基库的市长也希望各位民众 快点进地下山 那些地方 但是 如果他不断用廉价 无人机 花那么多钱 当然 那些 防空系统 当然是 都是西方点钱 但是再这样 是拼钱的话 究竟可以捱多久呢 其实 我们昨天说过 在 罗兰加洛斯 即是 法国网球公开赛 那位乌克兰选手 不跟白俄罗斯选手握手 被别人哭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是不是 当然 我们一想肯定是哭你白俄罗斯的球员 原来不是 是哭你 乌克兰选手 会不会 当你那些人那么战狼 或者是对其他国家的元首 不客气的话 会令到你的感官越来越差 因为始终 都是真金白银付钱的 越来越差 当然 国家领导 不会宣之以后 但是你看到那些民意 在国际场合 国际赛事 就看得到了 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我总是以为 你说 薛白俄罗斯 这个在西方媒体看来是政治正确的 是吧 绿媒也是 我猜不到 后来翻查一众的媒体 真是 你是没办法掩盖到的 后来西媒也要报了 因为 本来这段 我在Twitter上看的 我们在罗兰加洛斯 发网新闻看到 结果 我们做完节目之后的几个小时 真的陆续有西媒报 当然那位乌克兰的选手就说 十年后你们就知道错了 说真的 丑事就容易被人记起 我们2033年再见 对 2033年我相信应该结束 这个澳湖战争 对吧 其实结束之后 究竟是不是很多人记得呢 难听些说 二战那么大 每年都有纪念 但是 好像 我们这些 没有经历过的人 就知道 在国际大事件 是否真的可以 实牙实耻 露死不伤往来 没有 很困难 好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历史 但是 你说很大的感同身手 和那些真的经历过的 如果说一模一样的 我相信是压你的成份比较多 对吧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